是多少钱呢 朋友们都说 克莱斯拉这车保率不算好 有朋友他问我说 说这个车呢 我买行不行的 希望二手车便宜 是吧 就几万块钱 买的值不值呢 还是新的一个外观 还是进口一个车 咱们现在看一看 九年一个车了 明年就是十年一个克莱斯拉 现在二手呢 这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车 这是一台2015年时上牌的 克莱斯拉的300C 3.0自息的牌量 新车指导价三十九万九千九 当时能优惠四万块 但不管怎么说 这辆车落地呢 也是一个四十万的车了 克莱斯拉300C 在很多人的眼中呢 的确啊 这辆车外观 包括它的一个气质呢 都是非常的好的 它也和很多那些滑花车呢 破碑相似 我相信呢 在大家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一定是劳斯拉斯或者宾利 当真正啊 见到它的时候呢 这辆车的话呢 又会感觉这个价格 属之是便宜 已经我们平常人呢 都能购得到 也都能买得起了 当然很多朋友啊 会给我们灌输这么一个 知识 就是说这辆车呢 第一是伪豪车 第二呢 费油小毛病多 但真正是如此吗 这么给大家说吧 别看这个排量呢 比较高 时需看的话 只需要十二个油 到十三个油左右 破碑相似的话 八个油 完完全全能够达到了 下面给大家说一说 这辆车特一个整体车框 全车目前呢 是有三处喷漆 外加一个大灯更换了 左前大灯换掉了 左前一字板 左后门外加一个前杠啊 是油过刮蹭的 然后这辆车都喷漆漆了 但是这个车 刚才我检查过保养记录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有喷漆 没有任何的板件换件 因为这辆车七年的一个时间了 功率数也跑了14万公里 算下来一年呢 是在一个2万公里左右 对于这么一个功率数来说 它毕竟是一个C级车了 是一个行政级的轿车 其实这个功率数呢 也并不算是太多的 咱们接下来大体看完外观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辆车的一个内饰 内饰方面呢 先看整个中控台 中控台的话呢 它全部的一个色彩啊 包括它的填充度呢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克莱斯勒这个车型 包括这个品牌呢 一直是属于豪华的 真皮包裹的仪表台 凸显出豪华的元素 触摸操作的中控屏幕 真的能看出这个车 也是具有一些科技的感觉 在配置方面 也是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全影天装 ACC自适应巡航 四座通风夹热 后排电动正要点 水杯架 方向盘夹热 舒适进入 迎宾踏板 这辆车都是有的 这个车坐起来呢 还是特别的舒服 挡霸呢 依然是这么一个 电子式挡霸 而轴距的话 三米零五 第二排坐起来 不会有任何鸡腿 这么一个感觉 只它的一个后备箱了 后备箱容积500多升 日常的话呢 放一些东西都不成问题的 最后的话 这个价格了 毕竟这辆车 小动车跑率率呢 也有大家所说 不是特别的好 大家感觉现在 还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这车型呢 咱们看完了 现在这辆车报价呢 十一万多哈 外观内饰的颜值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或者老铁人喜不喜欢呢 整个车呢 反正你怎么说呢 这油耗呢 是有点高哈 十一开呢 十二个油左右 跑速的话八个多哈 如果大家呢 有喜欢这些视频呢 也欢迎在PG区里面 多多留一样的态度 同时呢 欢迎大家多多